新年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欧克兰学区的老师有可能在二月底罢工 欧克兰教师协会召开记者会 宣布有高达九成五的协会老师支持罢工 如果欧克兰联合学区不和老师签订新合约 为老师调薪缩小班级人数 老师们就会在二月底举行大罢工抗议 欧克兰教师协会的老师希望 学区在未来三年内为老师加薪12% 不过学区只愿意在五年内为老师加薪5% 教师协会主席说老师们并不想罢工 但是学区如果不能提供老师足以应付生活开销的薪资 扩大学校建设缩小班级人数 老师们不得已就必须走上街头争取权益 教师协会同时质疑 学区采购办公室用品的运算大有问题 上个学年度学区花了790万美元采购办公用品 这个学年度学区采购办公室用品的金额 竟然暴增到4000多万 不久前洛杉矶老师也曾经为了争取调薪罢工6天 学区才终于答应和老师签订新合约 为老师调薪6% 缩小班级人数增加校园护理人员和图书馆管理员 加州气候宜人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 但是根据最新人口补查数据显示 去年加州人口增加速度大减 移入人口只有0.4% 移入人数还不到16万 其实过去5年加州人口的增长速度就开始变慢了 湾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也趋缓了 两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只有0.56% 是从2006年以来人口增长率最低的一年 美国去年的人口增加总数超过200万人 内华达州 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 是人口增加速度最快的州 人口增加幅度最慢的州 包括加州 纽约州和伊尼诺州 新闻之后带您来看 因为地下水过多导致北加州有一个小镇 Arbaco 严重地层下陷 过去9年来 加州水资源局持续追踪 Sacramento Valley地层是否有下陷的情形 结果发现Arbaco从2008年以来 地层下陷了2.14尺 下陷范围最广的地区是Yolo County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